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让我们来参加聚会的人得到神的恩惠 因为神也是在圣经里面这样吩咐我们的 我想往后从今天起要跟大家来谈路德纪 其实路德纪他精卷的主题叫做回归 其实路德纪他经卷的主题叫做回归 我们如果详细看他的道理跟历史背景的时候 他的主题就是回归 路德纪是用妇女的名字来命名的 路德纪是用妇女的名字来命名的 圣经里面除了路德纪还有另外一个妇人的名字 也被拿来当作经卷的名字 圣经里面除了路德纪之外 还有一卷是用妇人的名字来做经卷的名字 叫做以施贴记 路德纪里面是记载在世事时代一个犹太家庭 路德纪里面记载在世事时代一个犹太家庭 他所发生的一个家庭的事 他所发生的一个家庭的事件 我们都知道四世纪的背景 我们都知道世事纪的背景 是个信仰非常低迷的时代 是一个信仰非常低迷的时代 不管是政治层面来讲 或者是宗教信仰的层面来讲 或者是宗教信仰的层面来讲 都表露出百姓信仰的一种败落 都表露了百姓信仰的堕落 他们的行为道德也非常迷难 他们的行为道德也非常迷难 所以充斥着在宗教信仰上面的一种混乱 所以充斥着信仰上面的一种混乱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支派也非常混乱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支派也非常混乱 尤其对敬拜神的信仰非常不真诚 尤其是对敬拜神的事上面非常不真诚 在世事时代几乎在他们的信仰 起起落落在按照一个模式在循环 所以世事时代他们的信仰 就是起起落落按照一个循环来延续 一个模式在循环 什么模式呢 是什么模式呢 他们淫乱 然后敌人攻击 然后敌人攻击 受苦难呼求神 他们受苦难呼求神 神就兴起事师来拯救 所以他们的信仰就一直在这样的里面循环 所以他们的信仰就一直在这样的里面循环 所以事师记里面就做了一个当时背景的一个结论 所以事师记就做了当时背景的结论 我们来看一下事师记的17章 我们来看这个第6节 17章我们看第6节 在政治宗教都没有人运动 每一个人都随便乱做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随便去做 一个家庭如果没有长辈做主 一个家庭如果没有长辈做主 家庭会混乱 家庭会混乱 孩子也乱来 孩子也会乱来 大家都不照本分走 大家都不按照本分去做 非常可怕 我们来看18章1节 我们来看第18章1节 第一节前面这样说 第一节前面这样说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亡 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亡 再来看19章1节 我们来看19章1节 这里也说当以色列中没有亡的时候 再来看21章第25节 25节是事师记最末的经文 就用这一节来讲 我们一起来看 因为这个会跟我们等一下有关系 你不知道背景要了解经卷就困难 你想要认识神的道理也困难 我们来看25节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亡 个人任意而行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代 这个以色列国中 真的非常混乱 你想想看如果教会里面 这个混乱 混乱的表现是什么 职务会里面不合 掌务之士传道吵架 负责人他们都吵架 什么都吵来吵去 你看这个教会是会安定吗 绝对不安定 也没有人愿意负责 承担圣功 那这样的教会会花断吗 一定混乱 大家都要争投 没有人愿意去服侍主 没有人愿意去服侍主 没有人愿意做圣功 只有嘴巴会讲 那这样的教会又怎么办 一定混乱 不照道理走 到处嫁取外邦 让邪恶的事情能和民间的风俗习惯 进入教会里面 那教会就乱 国中无王 个人任意而行 随便乱讲话 随便做事 结婚离婚 结婚离婚都乱来 这个神都知道了 神的教会家庭不能这样 神的教会神的家庭不可以这样 一定要照神的道理秩序来 当时的世事时代很混乱 当时的世事时代非常混乱 那说起来 路德记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张内容 虽然说路德记只有短短四张的内容 但是当我们读后 对信仰上会有所帮助 但我们读了之后 对信仰上会有帮助 一方面也会带来给我们一种 很温馨 很快乐的感觉 一方面代表我们很温馨 很快乐的感觉 为什么这样讲 世事时代是一个黑暗时期 在选民的历史来讲 是最黑暗的信仰时代 在选民的历史来说 是最黑暗的时代 但是这个路德记 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里面 发生的一件家庭的事 但路德记在那个时代里面 发生了一件家庭的事情 所以这个家庭 他原本是住在神应许的迦南地里面 所以这个家庭本来是住在神所应许的迦南地里面 就是在犹大城里面的 伯利恒这个城市 就是在犹大厂变百里恒这个城市 我们知道这个城市到后来发现 是耶稣基督在那边出生 这个城市后来 主耶稣基督就在那里出生 但是这个家庭 他们 迦南地遇到饥荒 但是这个家庭在迦南地里面发生饥荒 他们就离开神应许迦南地的宝利恒 他就离开了神所应许的迦南地 就转到不是神所应许的外邦地 转到神所应许的外邦地 就是摩亚地 就是摩亚地 那这个过程的转折 这个过程的转折 从神应许的地方的居住 从神应许的地方居住 跑到神不应许 甚至神讨厌的外邦人 摩亚地家居住 从这里走到这里 就代表这个家庭的一个人生的旅程 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 就代表这个家庭人生的旅程 那这个家庭 本来家庭还不错 还有钱的 本来这个犹太家庭 本来生活都不错 就因为移到神不应许的外邦之地 摩亚地 就因为移民到神所不应许的地方摩亚地 所以从有财富变得贫穷 而且非常的辛苦 十年中间 在十年里面 他们家庭遭受很大的变化 他们家庭发生很大的变化 经过这十年的变化 经过这十年的变化 最后这个家庭 本来从四个人变到剩下两个人 这个家庭本来从四个人最后变成两个人 这十年中间 在这十年里面 他的两个儿子娶了摩亚人的妇女 这两个 他两个儿子娶了摩亚的妇女 那一家变六个人 一家人变成两个人 但是十年中间 但是十年中间 丈夫死了 丈夫死了 两个儿子也死了 两个儿子都死了 剩下太太 拿尔米 剩下太太 拿尔米 还有媳妇路德 还有媳妇路德 两个回到游大地 两个回去游大地 在当时男人死了 剩下一个女人 这个很丢脸 没有得依靠 当时男人死了 剩下一个女人 是没有依靠 十年的努力 拼到后来 十年的努力 拼到后来 很惨的回家 他想起过去 在家乡的一切 虽然有饥荒 但是家庭过得很好 虽然有饥荒 但家庭过得很好 丈夫孩子还在 想到祖国神的怀抱 想起现在在摩亚地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非常无奈 所以决定起来 回到神的那边去 所以这个犹太家庭 奋斗十年 目的也是为了生活 为了人生更美好 但是他犯了一个毛病 离开神应许的地方 离开进到神不应许的 摩亚地 外邦地 而入到神没有应许 一个外邦地 摩亚地 其实这个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提醒 神应许的地方在哪里 神应许的地方在哪里 就在神的教会里面 就在你领受救恩的 那个时刻开始 就是从你领受救恩过时 你拥有神 你拥有神 而你荣耀的身份 你有跟神 生命的救恩的关系 那外邦地呢 就是这个邪恶的世界 就是这个邪恶的世界 情欲的事 罪恶的事 罪恶的事 甚至花花莉莉的这个世界 和花花莉莉的这个世界 那个世人所追求的 这个是世人所追求的 我们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本分 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本分 离开了神儿女的身份 离开了神儿女的身份 你变成外邦摩亚人世界的身份 你变成外邦摩亚人世界的身份 你就失去了神的恩典 你就失去了神的恩典 很可惜 所以我们要告诉自己 你不要在婚姻上面失败 你嫁起外邦 就是你 你已经离开神应许的家难地 你嫁取外邦 就是已经离开了神应许的家难地 你能不能回归都还不知道 很辛苦 你能不能够回归都不知道 很辛苦的 有时候会被人骗 有时候会被人骗 你嫁给我 我跟你来信称一宿教会 你嫁给我吧 我和你一起 你真的结婚了 有的不来 就算来他动机是不太对 所以自己要小心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人生的祈福 很辛苦 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 打路德记这个地方 我们做一个记号 我们将路德记做一个记号 请看传道书 第三章 传道书第三章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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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 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 这里神叫世人劳苦 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受到经验 训练我们的信息 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受到经验 要分别人的信心 为什么我们会做错事 是圣灵叫你做错的吗 是不是圣灵叫我们做错的呢 绝对不是 是你自己心里的情欲发动 是你自己身边的情欲发动 所以你会去偷 所以你会去偷 你会去抢 你会去骗 你会去骗 你甚至满足肉体的快乐 你会满足肉体的快乐 就把神暂时放在一边 其实遇到老苦患难 大家都会 但是你要坚持 不要离开神应许的这块加难地 也就是不要离开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的信仰 就是不要离开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的信仰 你一旦一念之差 忍受不住 你如果一念之差忍受不住 你就是跑到外邦摩尔地去了 你就跑到外邦摩尔地那里 不过当我们有这个软弱的时候 但当我们有这个软弱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回归 我们要记得一定要回归 要知道错 求神联名 求神联名 要回归到神这边 要回去神的那边 不要以为说 你看我在那个外邦地也不错啊 你看我家的有钱人 也不错啊 也都不错啊 神是这样看的吗 神不是这样看 是看你信仰的立场 对不对 站的地方对不对 站的地方对不对 你就是因为贪爱那些世界 才这样做 你就因为贪爱这些世界才这样做 除了神要训练我们 除了神要分裂我们 在劳苦患难里面度过 再来就是要懂得敬畏他 所以在十一节十四节 神一切的作为就是要我们敬畏他 所以这个实在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信仰的认知 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信仰的认知 我们才不会走错或者淹忘了这个人生的道路 我们才不会做错或者浪费人生的道路 那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路德记载的这个 这个拿尔米的家庭 他们家庭生活的巨变 他们家里生活的巨变 和人生的历程 人生的历史 可以说是笼罩在这个黑暗和死亡的威胁底下 十年家里死了三个男人 十年里家里死了三个男人 这个付出太大 这个付出太大 那个跟他们的选择有关系 这个跟他们的选择有关系 本来住在神应许的迦南地 他们本来住在神所应许的迦南地 结果不尊重神 结果不照神的道理生活 跑到神不应许的摩押地 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的就是 他们在神面前 宗教信仰的发展是失败的 我们见到他们在神的面前 信仰的发展失败了 今天我们的世界 越来越进步 科技 科技 医学 甚至经济 国防武器都在进步 但是我们发现那个 犯罪率越来越多 但我们见到犯罪率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圣经描写 今天末后的时代 叫做弯曲辈谬的时代 叫弯曲辈谬的时代 也是鬼节多变的时代 也是鬼节多变的时代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一定要重视 一定要重视 能够的话尽量 全家常常聚会 你想想看 这个全家聚会是 到神的面前跟神约会 全家聚会是来到神的面前 跟神约会 你要记住这句 我们常常讲跟人家约会 我有约会 我能去哪里 喝茶 约会去哪里 逛街 约会去哪里 坐飞机到外面去玩 我来两年多 我发现有些公众假期 我来两年多 发现有时有公众假期 我都事后才知道 青年自己去玩 不找传道 你时后才知道 原来青年自己去玩 不叫传道 以为传道就是 天天在属灵 坐在桌上看圣经 以为传道每天都很熟灵的 在家里看着圣经 天天做圣经 天天看圣经 做圣经是有的 但是如果有机会 一起做户外活动 大家联络感情 这也是圣光的 有机会去户外活动 一起联络一下 都没有人找 但是没有人找我的 我看信徒都快了 也不太会分享 信徒可能没有那么懂分享 我都事后知道 不过没关系 但是事后先直播都不要紧 愿神祝福你们 愿神祝福我们 其实这个团契也是一个争扎 其实团契也是一个争扎 彼此认识 彼此认识 因为有人这样告诉我 因为有人这样告诉我 有一些信徒 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 传道原来你也很随和 有些信徒 后来才过了一段时间 我说为什么 他说第一眼看到好像很凶 我打眼看到你好像很凶 我们被生下来就是这样 所以多一点机会时间相处也不错 那你想想看 我们如果全家常常到神面前聚会跟神业会 是不是全家的人都很认识神 神也很认识你 你的声音发出一道告他就听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发现路德一家的家庭生活 我们发现路德一家的家庭生活 从迷失到回归 从迷失去到回归 本来四个人 本来是四个人 原来的家剩下一个 原来家里剩下一个人 然后再加一个媳妇回到 最佳一个媳妇 十年变化这么大 十年的宝宝发这么大 疯疯夫妇的出去 疯疯夫妇的出去 却空手的回来 带回来的是什么 带回来的是什么 忧伤 是忧伤 贫穷 甚至 很多挽不回来的过去 还有很多挽回不了的过去 所以不论是我们个人 在灵修的侍奉上面 所以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灵修侍奉上面 或者家庭生活里面 或者家庭生活里面 或者是我们信仰的传承的命脉上面 或者我们信仰传承的命脈里面 路德记可以让我们有一个 潜移默化的教导 路德记给我们一个潜移默化的教导 给我们一个借鉴 给我们一个典范 给我们一个典范 人生的抉择 人生的抉择 选择了 就要走下去 走错就要回归 所以选择很重要 错了就勇敢承认 一定要回归向神 一定要回归向神 所以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 选择的错误 选择的错误 回归的动作 还有敦清目灵的道理 还有婆媳的生活 还有蒙恩的秘诀 这些都在短短的路德记四章里面 都看到了 让我们有深深的感受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人生的境遇的时候 从另一个角度 见到人生的经历的时候 在路德记里面 我们看到人虽然迷失选错 那怎样去面对软弱 怎样面对过失 怎样面对自己的无知 和绝望很无助的时候 我们看到 虽然走得非常辛苦 但是我们所敬拜的 慈爱的神 祂还是施恩典来怜悯 有心的人 祂还是施恩典来怜悯 有心的人 甚至神身所帮助 搭救这个困苦的人 被搭救的人 他的生命得到改变 在黑暗中露出晨光 在黑暗中露出了晨光 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 请看马太福音 第四章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马太福音第四章 第四章 我们直接看这个十六节 四章 我们直接看第十六节 马太福音第四章 第十六节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暗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我们在这里看到 耶稣来就在做这个大光的工作 我们见到主耶稣来 就是做大光的工作 在黑暗里的人 在黑暗里的人 死暗里的人 死暗里的人 这些百姓 有大光照耀 有大光照耀 这个讲外邦人 怎么信主的一个见证 这个讲到外邦人 怎么信主的见证 其实这一节是引用 那个以赛亚书 四十二章先知的话 来预言 应验 耶稣基督的工作 那我们如果对照路德纪 这个拿厄米的家庭的时候 迷失人生 然后 受到痛苦 家庭有三个死亡 从丰富变贫穷 这个很无奈 很无助 这个就讲我们信徒也是一样 我们有时候为了生活 打拼世界 拼到信仰都没有了 健康都没有了 我们也发现这样的信徒 甚至信仰迷失 怎么办 这个时候要做回转的工作 这个时候要做无助的工作 神如果伸手 神如果伸手 打救 就如同这个时候 在信仰低落的时候 黑暗中看见一道曙光 就好像在信仰低落的时候 喊入面见到曙光 然后神就用大光的见证 临到这样的人身上 然后神就用大光的见证 临到这样的人身上 我们有时候是家庭遇到 有时候我们家庭会遇到 有时候我们家庭会遇到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个人遇到 有时候我们自己个人遇到 这个问题会带领在 人生的旅程上 很辛苦的一种经历 这个会带领人生 在旅途上面非常辛苦的经历 但是要知道 路德记主题就是回归 路德记的主题就是回归 自回到神这边 神怜悯 神设命 享受神的恩情 重燃生命的希望 重燃生命的希望 神再让我们将场的灯火点燃起来 神将我们将场的灯火 再一次点燃起来 再塑造出有神同在美好的人生 所以路德记当我们在查考 就真的有这种感动 所以当我们查路德记的时候 有这种感动 我们要好好去看他 我们要好好地看他 刚才讲过 他的蒙恩的秘诀 他蒙恩的秘诀 回归的动作 他回归的动作 怎么样敦清目凝 在现实的社会里面 他怎么样在现实的生活 变回生目凝 婆媳怎么生活 路德记讲得非常好 路德记觉得非常的好 所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去探讨他了 但是重点就是回归 重得在神里面美好的人生 不要一错再错 甚至放弃人生 人生就真的变成黑暗了 所以这是有关 我们要提醒他的主题 在回归上面的一个说法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提醒 他主题是在回归上面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 那个作者和他的背景 我们现在看作者和他的背景 对于路德记作者的说法 有不同的意见 对于路德记作者的说法 有不同的意见 有些圣经学者 认为路德记是 以色列人早期历史的一段记录 有些人认为路德记是 以色列人早期历史的记录 早期历史的一段记录 因为这是在选民历史的 一个发生的事件 是早期选民他们历史里面 一段的记录 因为有一段而已 认为主张时间 大概是在主前1600年到1500年 主张这种圣经学者 主张这个时间是这样的 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 是后来撒母耳先知所写的 如果这样认为的时候 如果这样认为的时候 就觉得路德记的时代 发生在主前1500年左右 就会认为路德记是 写在主前1500年左右 另外有一些学者 就根据历史的32章的 这个32节的经文 来做这样的断定 他认为是历代至上32章 33节里面的经文 有一些圣经学者 有些圣经学者 他们根据这个来看 这个一定要弄清楚 因为这个有不同的说法 为什么一定要讲清楚 有不同的说法 不要随便带过 这个历史的东西 要很清楚的 因为不同的学者认为 因为有不同的学者认为 他认定的作者就不同了 他们认为的作者就不同了 如果我们刚才讲 第三个学者 以历代之下 32章32节这样的说法 如果我们用第三个学者 他们认为历代至上 32章33节的说法 32节 很好记 32章32节 好记32章32节 他就认为 这个是 有关选民的历史书 他认为这个是选民的历史书 或者是末世的书 或者是末世的书 认为作者是谁 认为作者是谁 认为是以赛亚先知 认为是以赛亚先知 是以赛亚先知所写的 如果是这种说法 就认为路德记是发生在主前 740年到680年 就认为路德记是在主前740年到680年写的 事实上 当我们在考究路德记的时候 当我们考察路德记的时候 路德记的作者是什么人 是写在什么时代 其实没办法确定 所以刚才讲的这些圣经学者的认为 所以刚才讲的这些圣经学者的认为 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 我们只可以做一个参考 不过路德记 不过路德记 它是在世事时期发生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这个是在世事时期发生的 我们可以知道的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本书的背景 因为本书的背景 他谈到说 迦南地 他讲得很清楚 他的背景就很清楚 他的背景讲得很清楚 我们回过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回过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 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 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 这里说当世事秉正的时期 你又讲到当世事秉正的时期 国中遭遇饥饥 国中遭遇饥饥 在犹大伯利恒这边有一户人家 在犹大伯利恒有一家人 离开伯利恒往摩亚地寄居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到 这里讲的历史背景 就是讲世事时期的时候 有闹饥荒 当我们在查考世事记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 我们也看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 我们请看世事记 我们请看世事记 世事记的这个一章一节 从一节以下 我们就看到这个世事记 我们看到世事记 接续耶稣亚征战的这个 以后的一个时代 接触耶稣亚征战以后的时期 然后就发现 开始了这个世事秉正的这个时期 然后就开始了世事秉正的时期 所以从耶稣亚去到苏罗王的时期 这一段时间总共有450年之久 这一段时间足够了450年之后 但是我们发现在世事秉正的时期 但是我们发现在世事秉正的时期 国中无王 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里头我们发现 纷纷敬拜假神 那谁从这个邪封恶俗 所以神就兴起敌人来欺凌压迫他们 所以神就兴起敌人来欺凌压迫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 可以说以色列人在宗教 信仰政治上面非常黑暗的时期 所以是以色列人在信仰宗教 和政治上面非常黑暗的时期 那说起来在四世纪的初期 基甸时代真的就遇到饥荒了 那从这个波阿斯的时期来讲 如果我们确定是耶稣亚的时代 那这个本件路德记所发生的时期 背景就比较属于早期 世事时期的时代 所以这个是比基甸的时代更早 所以应该是比基甸的时间更加早 但是也是世事时期的初期 那基甸的时代就是后来 比初期在后面一点的时代 所以基甸的年代是初期最后一点的年代 我们来看一下世事记第六章 我们来看一下世事记第六章 世事记的第六章 世事记第六章 六章我们看那个三节四节 六章我们看第三第四节 世事记六章三到四节 第三节 以色列人每逢杀种之后 米典人 亚马力人和东方人 都上来攻打他们 对着他们安迎 毁坏土产 直到加杀 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 牛羊炉也没有留下 所以在这里 基甸时代要出来的时候 所以当这里基甸元代要出来的时候 他们每一次杀种的时候 这里讲米典人 亚马力人 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 破坏他们的土产 破坏他们的土产 打坏他们的食物 打败他们的食物 所以那个也是一个饥荒的现象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饥荒的现象 那个是人为的 这个是人为的 我们都一直以为饥荒都是天灾的 他们没有办法种 所以我们就根据他历史的背景 所以我们根据他历史的背景 这样认定 他这个饥荒 路德记遇到的饥荒 是在四十时期初期的 这个时间里面 所以这是我们所能确定 而且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可以确定 都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 重点是在黑暗的世代里面 能够看出神的作为 能够看出神的作为 对这个家庭来讲 是一片曙光灵大 显明了神的慈爱 恩典的见证 这个是我们在考究他的作者 和他背景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 虽然路德记短短四章 但是他里面有重要的地名 和人名 我们就对这个地名和人名 做一个介绍 这是我们第二部分要讲的 这个我们第二部分要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路德记第一章 我们看回路德记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一节 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 这里谈到有一个地名 叫做犹大伯利恒 这个地名叫犹大伯利恒 犹大它的意思就是赞美 伯利恒它的意思就是良库 伯利恒的意思就是良库 就是你收获把粮食囤在仓库的意思 就是你收获了之后 将粮食放在仓库里面的意思 所以叫做粮食之家 所以叫做粮食之家 于四十时期 宣明他被盗 对不起神 因而迦南美帝就遭后患而闹计划 那我们看第一节的最后一个地名叫摩亚地 第一节最后一个地名叫摩亚地 摩亚地是外邦之地 摩亚地是外邦之地 不是神应许的迦南地的地方 这个摩亚地的人 他们拜什么假神呢 他们拜什么假神呢 我们来看《列王记上》 我们来看《列王记上》 十一章 《列王记上》的十一章 《列王记上》第十一章 三十三节 十一章三十三节 《列王记上》第十一章 第三十三节 因为他离弃我 敬拜西顿人的女神阿斯塔禄 摩亚地神基末 这里又讲到摩亚的假神是谁 基末 然后讲到摩亚的神是谁 那个以色列 这个本来同一的国家 会分裂就是因为 三十三节这里讲到敬拜假神 以色列这个国家 为什么会分裂就是三十三章 讲到敬拜假神 其实这个神 早在那个旷野的时候也出现了 其实这个神在旷野的时代 也都出现了 我们来看那个《民宿记》二十五章 我们来看《民宿记》二十五章 《民宿记》的二十五章 《民宿记》的二十五章 《民宿记》二十五章 我们看 一节到九节 我们看一节到九节 这里因为选民淫乱 又因为属民淫乱 那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摩亚地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所谓摩亚地的地方 就是后来摩亚地的地方 那这件事啊 神在重申律法的时候 特别因为那个地方的外主人 迷惑了这个以色列百姓 特别因为那个地方外主人 迷惑了以色列百姓 所以神特别就把这个摩亚人 做了这样的一个行划 我们来看《生命纪》二十三章 《生命纪》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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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三节到六节 《生命纪》二十三章 第三节第三节 阿门人华是摩亚人 不可入瑶华的会 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 又永不可入瑶华的会 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 在路上迎接你们 又因他们孤了 美索不达米亚的坤夺人 彼义的乙子巴勒来咒助你们 然而要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勒 却使那咒助的言语 变为祝福的言语 因为要华你的神爱你 你一生一世 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 和他们的利益 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 在这里我们很清楚 这里讲亚门人摩亚人 又讲到摩亚人 亚门人 他们请那个巴勒 假先知 他们请那个巴勒 做主一类百姓 甚至后来用淫乱 来混乱以色列百姓 在那一次神击杀了两万四千人 在那一次神击杀了二万四千人 因为淫乱的因故 因为淫乱的因故 所以神宣布这两种民族 虽过时代 永不可入神的会 所以神说这两种民族 虽过十代都不可以入神的活 所以在那边 选民的历史里面 发生了这重大事件 所以这个摩亚人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有这样的背景 那这个摩亚地位居在死海的东岸 摩亚地位居在死海的东岸 这里没有地图 你只要记就好了 没有地图 所以我们记得就好了 亚伦河以南 一片非常漂亮的高原 亚伦河以南一片很漂亮的高原 所以那边的树木叶很发达 所以那边的树木叶非常发达 我们来看一下猎王记下 我们请看一下猎王记下 猎王记下第三章 猎王记下第三章 第三章的第四节 第三章第四节 猎王记下第三章第四节 第四节 摩亚王米沙牧养许多羊 每年将十万羊羔的墓 和十万羊羔的墓 和以色列尽力 你看看 他们那边树木叶非常好 我们那边的树木叶非常好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想到 这个拿尔米一家 为什么会离开 饥荒的犹大伯利恒这个地方 到那个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在那边赚钱生活 在那边赚钱生活 我们现在也是在世界 很富裕的地方赚钱生活 我们现在也都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这个家里的主人叫什么呢 而且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 这个人叫以利米勒 他的妻子名叫拿尔米 他的妻子叫拿尔米 两个儿子 一个名字叫马伦 两个儿子 一个叫马伦 一个名叫基连 一个叫基连 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 对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 他们到了摩亚地 就住在那里 去到摩亚地就住在那里 这个人民也很有意思 这个人民也很有意思 跟他住的地方也很有意思 但我们中国人觉得人民有意思 地方也有意思 所以就学看风水 所以中国人觉得人没有意思 地没有很有意思 所以就看风水了 真的是很麻烦 所以真的很麻烦 台湾选总统 台湾选总统 他们就把马英九和谢长鼎 他的八卦 深层八字 风水住宅 连竞选总部 全部都用风水的角度看了 马英九和谢长鼎 的深层八字 选择的总部 马英九的风水角度是深门 马英九的深层八字 风水地方是深门 谢长鼎的风水角度是市门 谢长鼎的风水角度是市门 这个我刚好有看到 那些风水师在讲 刚好那次我有看到 这个风水师在讲 这两个都很厉害 那这两个都很厉害 那这要看两个运气跟机会 那这个深门赢了 结果是三门赢了 这个实在跟圣经在看的又不太一样 这跟圣经所看的也都不一样 不过也是圣经旧约里面 因为很多他们在做事都会求问神 所以很多都是有神的意思在里面 他们很多时候做事都会求问神 好我们看那个父亲 以利米勒 我们看这个父亲以利米勒 他的意思是什么 神是我的王 神是我的王 所以照到你应该他一家之主 应该以神为中心 所以照到你去一家之主 要以神为前身 结果闹饥荒 他带全家下到摩亚地去 结果闹饥荒 带着一家去家 摩亚地 结果死在摩亚地 结果就是死在摩亚地 他的名字是 神是我的王 他的意思是神是我的王 你应该坚守在犹大博利行 你应该坚守在犹大博利行 那个是神祝福的粮食之家 是赞美神的地方 你跑到一个神不应许的摩亚地 你跑到一个神不应许的摩亚地 是神造主禁止的一个地方 是神所造作禁止的地方 所以死在那里 所以都死在那里 没有以神为王 你看 没有以神为王 所以我们不以神为大 所以我们不以神为大 我们就会在那一件事 或者那个地方也是死 我们都会在这件事 那个地方而死 我们来看那个 那个太太 Naomi 我们来看一下太太 Naomi Naomi是甜美的意思 Naomi是甜美的意思 她是伊利米勒的妻子 她是伊利米勒的妻子 哇 她真的很甜美 她真的很甜美 虽然跟着先生迷失 虽然跟着丈夫闻失 但是她信仰没有丢 但是她的信仰没有丢掉 十年以后 十年之后 这样的巨变 这样的巨变 后来又回到 这个博利行 她又回到巴利行 我们因为是在做导读 导读完毕 我们每一章会跟着 分几个段落一直走 所以不但经文会清楚 经文的典故 我们也会介绍 我想到那时候再跟大家讲 那我们看那个儿子 一个叫马伦 那个马伦的意思就是病苦 生病病苦 就是病苦 生病好苦 从小她体弱多病 从小去体弱多病 后来她死在摩亚地 后来她都死出 在摩亚地 一个儿子叫姬连 一个儿子叫姬连 这些名字意思都不一样 最好记忆记 因为你在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方向 不一样 离开了主就跟那个名字 差不多了 离开了主就跟那个名字差不多了 姬连 她的意思就是扣住 她被什么扣住呢 被死扣住 为什么 一样离开神应许的迦南美帝 你离开神的怀抱 你离开了神的怀抱 你离开了真耶稣教会 你跑到外面去 你去到外面 被死扣住 你就被死扣住了 其实她从小还是柔弱无力 其实她从小都是柔弱无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名字叫路德 我们再来看一个人的名字叫路德 路德是那个小儿子的太太 路德是小儿子的太太 路德 她这里应该有讲 路德这里应该有讲 我们看第四节 我们看第四节 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的女子为妻 两个儿子娶了摩鸭女子为妻 一个名叫鄂尔巴 一个叫俄尔巴 一个名叫路德 一个叫路德 我们就先讲路德 我们先讲路德 应该是二儿子的太太 应该是第二个儿子的太太 这个路德的意思 路德的意思 叫做美丽 叫做朋友 她是摩亚女子 她虽然是摩鸭女子 但是她坚定不回自己的娘家 但是坚定不回自己的娘家 随着自己的婆婆 路德回到犹大地 要随着自己的婆婆 回去犹大地 所以她跟着也得到鼓起 所以跟着也得到福气 不得了 是不得了的 后来成为波阿斯的太太 后来成为波阿斯的太太 大卫就是从她的 她跟波阿斯生的后代出现了 大卫就是从她和波阿斯所生的后代出来 而且这个家谱后代又出现了 耶稣知道 而这个家谱出来 后来出现了 一个摩亚女子 一个摩鸭女子 顺服婆婆 顺服婆婆 归入她的信仰 归服她的信仰 哇 真的是美丽 真的美丽 变成神的朋友 在神的家谱有关系 从神的家谱有关系 这个从外邦女子来信 不简单 从外邦的女子来信 我们再来看 那个大媳妇叫 俄尔巴 再来看大媳妇叫 俄尔巴 俄尔巴意思就是 转身顽固的意思 俄尔巴就是 转身回固的意思 你看哦 后来这个 我们看十四节 两个儿媳妇又放生而哭 俄尔巴与婆婆亲嘴 就离开回她的本国 本族去了 俄尔巴与婆婆亲嘴 就回到本国本族 两个媳妇在一个家庭里面 先生死了 丈夫死了 一样都先生死了 但是 她选择回娘家 回到她原来的假神 回到她原来的民族 回到原来的世界 但是路德不是 所以这个意思很好 俄尔巴转身 转顽固 就是回到她原来的信仰宗教 所以俄尔巴的意思 转身回顾 就是回去以前的信仰 我们再来看 那个第二章 第二章 这里第一节 第二章第一节 所以这里有一个名字 一个人的名字叫破阿斯 这里有个名字 他是一个大财主 破阿斯的意思 就是迅速 很快的意思 迅速 很快的意思 活泼 有力量 有力量 这些都在他里面 这个意思很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谈到 破阿斯会预表 耶稣基督 所以有时候 破阿斯是预表着 主耶稣基督 这是有关地名人民 有关地名人名 我们再来讲 本书路德记的特色 再来讲本书路德记的特色 路德记 首先要谈的是 他处在四十时代的黑暗起 到处有罪恶患烂 但是路德记的出现 大路德记的出现 就如同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罪恶的世界里面 露出一道曙光 露出一个曙光 这个光是从神那边照来的 你看一个黑暗罪恶的世界 突然有一个 耶稣基督教会的家庭 突然之间有一个 耶稣基督教会的家庭 就跟旁边这个黑暗的世界是不同的 就跟外面黑暗的世界不同的 耶稣基督教会是在今天这个 最后的世界里面 一道曙光的 所以耶稣基督教会是今天 黑暗的世界里面一个曙光 所以我们能够活在里面 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 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同样在当时路德记出现在那个时代 有这个见证很好 同样路德记出现在那个时代 有一个见证很好 我们要再谈他第二个特色 我们再讲第二个特色 路德记从头到尾 路德记从头到尾 你如果读进去他 如果我们读进去 很有真情流露 会赚我们的眼泪 会赚到我们的眼泪 我们有一些人看圣经就不努力 我们有些人看圣经会不努力 不认真 不认真 还没看完就睡着了 还没看完就已经睡着了 流口水掉在圣经上面 口水都滴在路本圣经上 所以圣经粘起来 圣经都会黏在一块 我有时候会偷偷翻那个 护者人的圣经 有时候会偷偷地 我看到有一些人的圣经 留在那边我就 刚好前面有人讲课 我在后面听我就欢迎 我见到那些人圣经会摆在教会 我就会在后面揭泪到这圣经 有的不知道是看得很认真还是怎么样 怎么已经破了 有些人不知道是否很认真 他已经烂了 有的还画图 有些人还画了公仔 有些人说不用心 好用心 听到你要转心 听到你要专心 怎么还要做别的事呢 你出了记下来怕他超过忘记了 如果记下来就不怕 我们要认真 但是我发现有的圣经黏着 但后面有的圣经是黏着的 可能在看的时候 大概打个睡 那个口水一流出来 那个最黏了 可能看的时候 已经流着口水就黏了 这样不太好 这样就不是那么好 这个路德记 路德记 你如果很用心看 如果用心去看 真的你会感动 真的会感动的 有一个 失丧的犹太家庭 有一个失丧的犹太家庭 将人性的需要 跟他的付出 剥削得很清楚 他们为什么要离开 尤大地 饥荒嘛 跑到当时 全世界最富裕的摩押地 去到当时 全世界最富裕的摩押地 畜牧业最好 当时畜牧业 除了海边的港口都市以外 就是高原的畜牧业 是最滑达的国家 但是就在那边 混沌十年的人生 无奈 人无奈 所以你会看到 哇 这个路德记真的太漂亮了 所以我看到路德记是很漂亮的 甚至你会生出一个感恩的心 另外一方面 对经文的情节里面来看 充满了爱的色彩 行动之间活出了爱的见证 这一卷书啊 它表达是一种爱的生命 爱的生活 但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爱字 没有啊 所以年轻人在一起 都不得我爱你啊 你爱我啊 所以年轻人一起动一动就 我爱你啊 告诉你那都是骗人的 我给你知道你都爱人的 我看很多的夫妻 尤其四十岁以上的 要跟太太讲 我爱你的不多了 很多夫妻四十岁以上 要跟太太讲 我爱你的不多了 你爱我的也不多了 你爱我的也不多了 但是会用行动表达爱 但会用行动来表达爱 珍惜这份情 是 珍惜这份情 我们东方人比较保守嘛 我们东方人比较保守 你到西方就不一样了 你到西方就不一样了 你不认识他 他觉得你好 他也是说 哎 我爱你啊 所以你到那边要习惯了 人家说我爱你 就是欣赏你的意思了 对 你印象不错了 你不要人家随便跟你讲 我爱你 你晚上睡不着 天天等他 怎么电话没来 怎么不来接我 因为他就说我爱你 他就等他 等你电话就糟了 真的啊 因为我一见面 他们一握手 姐妹也会讲 我喜欢你 但你要知道 那是很平常的科技话 你不要被讲了一下 你就开始等他 故意坐下 找机会坐在一起 不用了 那个是客套话 你没有听完之后 就故意坐在那里等他 这个是下一个说法 我们东方人如果这样讲 就有那么一回事了 你东方人如果这样讲 就有一回事了 但是我们比较不太容易讲 但我们比较不好 我们用行动来表达这个爱 我们用行动表达这个爱 所以路德记整卷 都是用行动表达 所以路德记整卷 都是用行动表达 真的不错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要进入里面 就会觉得不错了 第三个特色 第三个特色 本卷用女人的名字 来命名路德记 本卷用女人的名字 路德来 可见路德的事迹 在以色列的选民历史中 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见路德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 是很重要的角色 被称颂了一件事 是被称颂的一件事 甚至家谱提到 也会提到路德 甚至家谱都会提到路德 你看重要不重要 你看是不是很重要 第四个特色 路德记原来是被安置在五卷书里面 路德基本是安置在五卷书里面 诗歌智慧书里面 是诗歌智慧书里面的 诗歌的经卷里面 路德记在中间 诗歌的书里面 路德记在中间 以色列人在不同的节旗 重要的节旗里面 以色列人在重要的节旗里面 都会要来朗诵 甚至诗歌五个经卷 都会朗诵诗歌的五个经卷 在逾越节的时候 要来朗诵雅歌书 要来朗诵雅歌 在亚比叶和亚比叶初九日和静时的时候 在亚比越初九和禁食的时候 要来朗诵耶利米哀歌 要祭念他们当时被掳的一个状况 在祝鹏节的时候 要来朗诵传道书 在普尔节的时候 要来朗诵以诗贴记 在五旋节的时候 要来朗诵哪一卷呢 什么 讲没有关系 五旋节 我刚才前面有讲 有一个卷 在诗歌被朗诵 我已经讲四个了 当然剩下最后一个 就是那一卷了 那一卷 就是路德记了 记得五旋节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在这个节节 要朗诵路德记 记得在以色列 他们在五旋节的时候 要朗诵路德记 第五个特色 原来亚文人摩亚人 是永不可入神会中的人 本来亚文人和摩亚人 是永远不可入神会中的人 但是到了路德记的时候 我们发现经过了一百年 我们经过一百年 神的救赎临到摩亚女子 也就是神的救恩 临到外邦 圣经没有说 嫁去外邦是对的 嫁去外邦的死了 那个儿子死了 是因为路德这个媳妇 愿意跟随她的婆婆 拿阿米 回到犹大地来 是一个媳妇 因为愿意跟随她的婆婆 去犹大地这个地方 所以她得救恩 是她跟神的关系 不是因为 先生娶我这个外邦人 不是先生娶了我这个外邦人 不是哦 这个搞清楚 不是的 这个我们要搞清楚 神的道理绝对不冲突的 神的道理是绝对不冲突的 她的意志就是主内灵魂 她的意志就是主内灵魂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特别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 这个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的时期 都是一个家庭为主 然后到埃及花产成为12个支派联盟 然后去到埃及发生12个支派联盟 他们行走都有规定怎么扎营 200多万人 从一个家庭变成12个支派联盟 人数200多万人 从一个家庭变成200多万的人 12支派联盟 这个在神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名字 这个在神学里面很重要的名字 是在旷野里面形成的 在旷野里面形成的 所以真的不能拉掉 所以不能留下 从后来才进去加拿地变成一个国家 后来去到加拿地变成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家庭变成12支派联盟 所以家庭变成12支派联盟 变成大团体 变成大团体 进到加拿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去到加拿地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但是你要知道 他的这个救恩 神一直都关注在以色列百姓身上 我们记住这个救恩一直是关在以色列百姓里面 但是从出埃及到进加拿地100年后 从出埃及去到加拿地100年之后 神的救恩领到外邦摩亚女子身上 这个都是有经文根据的 这都是有经文的根据 但我们不翻了 在路德记里面还有第六个特色 在路德记里面还有第六个特色 有很重要的字眼 我们看一下 有很重要的字眼我们看一下 第二章第三节 在最后下半段 路德恰巧到了伊利米勒本族的波阿斯那一块田区 路德 路德恰巧到了伊利米勒本族的人 波阿斯那块田区 这里讲他 但是我们这个是 女生的他是指路德 这个他是指路德 我们看四章一节 波阿斯到了城门 坐在那里 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之间的亲属经过 这个是波阿斯要取那个路德 也要按他们的摩西的规定 那个摩西五经的规定来取 波阿斯要取路德 也都要根据摩西的五经 恰巧 这个字眼是神的安排 恰巧也是神的安排 施洗耶汉恰恰巧 希律王随便乱讲 说女儿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这个施洗耶汉恰也都是恰巧 希律王说女儿你要什么就给你 那个女儿的妈妈说要施洗岸的头 那个女儿的妈妈就问 希律王嘴巴一讲 希律王嘴一讲 当然国王不能收回 真的叫部下把施洗岸的头砍掉 交给那个女儿的妈妈 所以施洗耶汉是这样死的 那个圣经也说恰巧 所以在路德记出现两次 这是表明神的美好的安排和见证 特色我们归类有六个 我们在下一次要来 用路德记的主题回归 再来谈他的结构 我们下一次还要用路德记的主题回归 来讲他的结构 所以我们是讲得比较细 所以用了一点时间 再来讲得比较细 用了一点的时间 我们最后一起来感谢祷告 我们再一起感谢祷告 祝主耶稣圣明宝贝 祝主耶稣圣明宝贝